2020东京奥运会下个月就举行了 为了迎接这个起谈盛世 GVB破天荒举行明星运动会 其中最受瞩目的拳击赛已经顺利完成 17位参与赛事的艺人 赛前接受专业训练 倾尽全力完成初赛 管内赛以及决赛 争夺拳王宝座 可以说是有血有汉 整个过程将会简介 剪辑成特备节目 明星运动会前哨战 Fygin于下周起播出 继招上主持人兼领队崔建邦 率领队员们出场 包括海俊杰 容天佑 罗孝勇 潘子峰 吴云甫 李军妍等 一起来张大合照兼秀一下实力 只用了三个星期地狱式特训 就上擂台迎战 海俊杰也说觉得很满足 我现在的那个税数 还能上那个擂台 是已经很好了 很好了 完成三个转已经非常好了 非常感谢Amigo了 因为第一天的练习 他就跟我练 然后他就 一锤子中了我的鼻子 然后左右 他说对不起啊海哥 先长了 比现在更猛了 你必须要感觉那种感觉 但是所以是谢谢你 Brian在参赛前没有接触过拳击这项运动 但经过专业训练后 不止有急速的进步 还被封为重炮 Boxing其实蛮好玩的 我觉得蛮像艺术一样 就是你打人以为开心 原来我显到一拳 我也蛮开心的 更开心 对对对 Sheldin 你就是 就是对Boxing对你来说 肯定是很熟悉的 但是就是你有遇过对手用头来的 比较有经验 其实 the first time I did boxing was with this guy 五年前刚才打了一场 然后我就完全没有经验 他比较有一点点 比较多一点经验 那一次我输得很惨 我的脸都肿得像猪头一样 然后这次我在参加了主要的原因 就是在挑战自己 不要再让他打成猪头这样子 猪头这样子我就觉得 对对对 顺便复仇 女子组一样倾尽全力出战 君延还说 想借这次的全赛 验证一下自己的实力 要来验证一下对吗 要来验证一下 还有我自己觉得 我想知道我自己有多少 所以我就参加了 结果有多少 结果你评吧 你们观众们评吧 我都不知道 就是觉得挺好的 然后你看见你旁边那位对手 对 有没有吓到 有啊 因为我不认识他 就听到名字 那我就看看 到底是谁 看到他放的影片 好强耶 男生都打都 男生都 对啊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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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已经开始担心了 你有这个荣心被他打吗 最后 最后我有 我想 我想尝一下 我想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也有今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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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